包括心脏外科使用的周边血管检查仪 抽谈用的负压主机系统 以及自动体外电击器等多项重要的医疗器材 总价值664万元 由高龄98岁的庆安公主委童勇 带领副主委林景吉以及总干事张卢松等人 特地到三种基隆分院制证这些医疗器材 由三种基隆分院院长陈湘成上校代表收下 童勇希望三种基隆分院的医生们 可以善用这些医疗器材 救助更多需要的人 所以就很高兴 所以今天地区这个 这个医疗局很辛苦 所以我们妈祖主委 所以有这些没够的名字 但是救今天地区八十 不是救我 不是救大家 所以大家辛苦 所以要感谢我们的老厂 很关心 要这个出地给你救救 才会给我们 所以我们要继续 把我们继续教授 庆安公主委童勇也特地感谢三种的医生们 在前阵子治疗好他个人的社户线问题 而对于庆安公发挥给人骂的大爱 制证三种基隆分院医疗器材 国防部海军常务次长黄又明中将 代表三种表达有衷的感谢 在庆安公同主委以及全体委员的大力支持下 此次捐赠的医疗装备 共计有14项19件 总金额更达到664万余元 相信这对基隆分院的医疗量人来说 必是如补天意 大大强化了医院在执行紧急医疗救护 以及社区健康照护的功能 进而照顾基隆的乡亲们 将优质的医疗服务 以照护品质深入在地社区的各个角落 出席这场捐赠典礼的还包括 国防部军医局局长蔡建松中将 三军总医院院长红蚁仁少将等人 捐赠仪式后 庆安公主委童永一行人 也开心的和参加仪式的所有医护 以及行政人员来个大合照 感谢大家的照顾和辛苦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